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那个大吗 你看 不是差不多吗 我也觉得 大家好 我是杰绍 现在我们在外面 后面这里是路边摊 因为最近大陆这边的金钻凤梨已经上市了 我们刷视频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都发说 便宜都是十块一个十块两个这样子的 我们就想出来看看 如果便宜的话 我们也买回去试一下看好不好吃 有这么便宜吗 对啊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好像凤梨都是比较贵的 但是今天为什么也会有这么便宜的 但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我们要过来看一下是不是 一直都听说台湾的凤梨好吃 但是没有机会吃 我们也只能想一下 然后过来买我们这边的凤梨回去吃吧 嗯 但是后面这里看到吗 薄罗蜜 薄罗蜜十块钱一个 哦 便宜 我们先去看一下怎么样吧 可以的话也可以买一个回去吃 嗯 太可泼了 你啊 只要是熟了就好 你给我看一下 这个是大的吗 都是十块钱一个 都是十块钱的 泰国的 好像不怎么熟吧 吃点白看起来哦 哦 很甜 甜啊是吗 甜啊 看起来白白的 嗯 没事啊 给他吃一点的 没事 他也帮切了 平时去买的话 人家都不切了 对啊 回去我们自己切的是那个汁很散的 对 来了来了 我早点吃薄罗蜜 他买了 十块钱一个 可以尝一下吗 来了 你吃呗 大家都喜欢吃薄罗蜜 对啊 好像生意还挺好的 嗯 谢谢 可以了 嗯 好重哦 虽然我们大概才十块钱啊 对 虽然说他口感没有那个印尼红那么好 但是肯定没有啦 也是好吃的啦 十块钱这样子已经可以了 像这个印尼红酒 我这么大个的话也要七八十了 肯定要啊 嗯 现在是下班时间人好多呀 对啊 所以说这个点的路边摊也会比较热闹一点的 对 生意也会比较好 嗯 看他有什么卖的 我们最主要就是 看一下凤梨 嗯 来买凤梨 和龙果西瓜 哇西瓜好好哦 对啊 但是西瓜今年真的不甜 嗯 买过两次都不什么好吃 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样 但这段时间我们旁边的雨水也特别多 从五月份下到现在都快两个月了 一直下雨 对 你看最近桂林老是被淹水 就这两天天晴了 但是明天还是后天开始又继续下 这里还没见到凤梨哦 对啊 为什么 看到网上那么多人在那里拍 哇 好漂亮哦 对啊 火龙果也出来了 火龙果看着没食欲了 不想吃了 哦对 因为火龙果 我们这边太多了 这几年都吃腻了 有点 对啊 哇 但是我想吃芒果 哦 有啊 前面看到了 在哪里 金钻砖凤梨 十元两个 都是凤梨吗 哦 好的好的好的 看看先 啊 但是这个怎么那么轻啊 我觉得好轻哦 熟了吗 是不懂啊 不懂啊 就是是不是跟那个菠萝不一样 它表皮轻 但是它里面是甜的呢 你不懂哎 很小 好像不是很大个啊 我听很多台湾的朋友说 金钻砖凤梨本来本来就不就不大 这样子啊 比较小 对 这里是什么 这个是菠萝 哦 这个是菠萝 嗯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摊位不热闹了呢 对啊 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嘛 就是现在路边摊太多了 对啊 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嗯 西瓜 五块钱两个 这么便宜啊 好的 这比较小刻的好像 你这一边的话不允许摆 所以从轮就来了 对 大家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这里没有搭棚的地方 对 就不允许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只有最近才会这样子 对对对 之前的话 不管你摆哪里 他们都不怎么管的 只要你不影响交通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这里好不容易 哦 这里是菠萝 这里是菠萝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分享过的那个影片 南宁 那个老板啊 鬼创啊 缺金少两买那个榴莲的时候 就是18斤的榴莲那个 对 就从那一件事以后 他们就来管得很严了 嗯 所以有时候的话 不 不能只看表面 有时候摊贩也太那个了 本来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话 他们也给你摆 你看有的事情影响了 所以他们就来管了 有没有发现 管了以后啊 不一样了 对啊 他们都摆到上面去了 因为怕影响交通 对 这样就不再用这个飞行车道了 对 这边也都是西瓜 桃子 没见有凤梨啊 没有哦 好多西瓜 那这些都是西瓜 对啊 买的还挺多的 嗯 那这些都是西瓜 麒麟瓜 麒麟瓜就比较贵一点 这种都便宜了 哦 这卡米瓜这么小 好小哦 十万四个 看着感觉好嫩 嗯 清芒 哦 这里又有城管 哦 桥下面这里不给摆 这边就可以摆 它是管一部分了 还是怎么样 应该不是 意思是说 它允许你在哪个范围摆 你就在哪里摆 这样子吧 应该是哦 嗯 像这边又可以摆它 哦 那里是凤梨还是菠萝 那是菠萝 一看颜色应该是 哎 那写着凤梨 凤梨啊凤梨啊 多少钱一个 有十块两个 十块两个 二十两块 这种大的呢 一点花二十两个 一点花三十两个 哦 菠萝好甜 菠萝是蛮大的 看一下 这个十五 以后这种十五 这个十五 这更大 那我什么感觉 好像不是差不多呢 它比较长一点 对 看一下 看那个大吗 你看 不是差不多吗 哈哈 我也觉得 可以拿一个十块的吧 可以啊 对啊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里面 嗯 我就怕回去里面烂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是吗 没问题就要一个吧 嗯 这是什么地方的凤梨啊 这个是海南 海南的是吗 现在台湾的凤梨没有了 这边是吗 就不懂 我们都没拿到货去台湾 哦 嗯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这是十七号 金钻 也是金钻 还有一个耗的耗的呢 十六号十七号 十六号十七号 十六号它跟薄罗一样的 哦 就比较酸 比较短 比较短 哦 十七号就比较大 十七号它比较长 像这种 它比较长 哦 哎 刚才好像真的那个没有这种那么长的 哦 对 应该是十六号的 哦 轻一点好像那个颜色是吗 是绿一点的 绿一点的话它也甜 哦 它也甜是吗 刚才我们在那边看到就是绿绿的 不敢买以为不甜 一样甜 它是短短的 小小 哦 这样子的 没看绿啊 哈哈 没有找刷到 啊 来 来 哎 这里有东西啊 这里有 这是比较绿的 绿的 然后十块钱一个 嗯 对了一个哦 那里有什么不一样呢 哦 看一下 看一下 哦 好嘞 啊 不用了 谢谢 看一下 这里也是金档 这里也是 哦 这里很多 现在 对啊 现在这个金档坑里是越来越多了 好像 就是说网上看到很多人发 以为说没有 刚才我们过来也没见 但是到这里就好多 这里好多灯哦 嗯 还真的是有 而且价格确实没有那么贵 这座桥是南宁的樱华大桥 第一次经过这座桥 对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必要经过这条路 对 因为这边也比较远 对 平时都是都是从桥下过去 嗯 刚才我们看到那些路边台 就是在这个桥的桥下面 对啊 最近的用这样的浆水啊 都是这个浑浊的 而且水质涨得好高 对 这边是南宁的柳沙半岛哦 对啊 我们对这边不太熟悉 感觉 因为不经常过这边 对 那也挺远的 我以为说是乖 我觉得挺远的过来哦 嗯 现在回到我们这边了 这边来菜市买点菜回去 还没吃晚饭咯 好像都收摊了 没有什么东西卖的 想买手丝鸡 但是人家都收了 对啊 在这里买手丝鸡 香菜啊花生在里面都比较香一点 对我也是 我也不忌口 我也是很爱 有些人吃不惯香菜 但是我们又很喜欢 那边有好多个都不要 啊 我觉得香菜很好吃 对啊 这个是萝卜丝是吗 哦 你好像很少见 很少见有萝卜丝是吗 对啊 我可能担了那么多人一直都有哦 可能我们吃的不正宗 不是不是不正宗 是去写的话他都没有 就是说这个顾客 人家顾客要求的 有时候哦 对 说说人家有红萝卜 你为什么没有啊 哦 其实也好吃 这样 对啊 那田地嫂啊 你不做生意 怎么办咯 是 只有做生意才能找的几块钱 还不错的话 就去打工 要找 现在工也不好打 哈哈哈 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下面是小五在捣乱 哈哈哈 昨天晚上因为我们回来比较晚 所以就没有吃凤梨 嗯 然后现在是第二天了 我们现在就想着来吃 大家看一下怎么样 金钻凤梨真的有这么大吗 不知道 可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是听很多台湾朋友说是小小柯的但是很好吃很甜 就是我们有看过几摊然后他们有一些是比较小一点的呀 就是 像那个老板说的比较短然后是绿色的哦 对它有品种之分吧 不是说有短花短花这样子 我们这个凤梨就不用像波罗那样子切了哦 对啊 直接切开就可以吃了 这个都可以拿来揍 嗯 这个凤梨真的就不用担心它有刺了 哇坏了 嗯 那个老板还说这个没有事 因为我觉得它颜色太黄了哦 我觉得它是熟过头了 还好它不是全部的就只有这个 嗯 你看我们这边摆摊的老板感觉都不怎么老实的 对啊 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放久了的我还有一 其实也怪我们也不会选这种哦 嗯 因为比较少见我们也比较少 你玩一下 闻到了很香我现在都闻到了 这样子切片看 水蛮多的 哇水分好多 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甜 没有那么甜吗 也是甜的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甜 以前我们不是吃过吗 超级甜那种 是不是有点酸 有点酸为什么 对啊 就是带有点酸味 可是我们昨天试吃了一下那个好像还好啊 嗯 它是不是给那个特别甜的给我们试吃啊 不知道 会不会那种绿色的比较甜一点啊 有可能哦 而且那个绿色的比较小个比较便宜 我们应该也买一个绿色的回来一起试一下 也是甜的 但是甜味没有那么浓 没有那么足 也不是很好吃的这个 看来说台湾的凤梨好吃 甜度很高 是吧 所以说这个这个 这个 它是哪里的 很难的 很难 不过你想一下那么便宜才十块钱一个 这一个应该都有三斤左右 那么大个的哦 嗯 来吃吗 不是 你不吃那么多我自己一个人 那么吃 我记得我们去年买过一个菲律宾的是吗 嗯 那个更难吃 那个很酸是吗 对 超级酸 哦是很酸的 我想起来了 我们买的另外一个不懂是哪里的 一斤好像是多少钱的 那个就很钱 但是我们后面买的一个菲律宾的那个超级 比这个很难吃 那个很贵啊 我们买那个 六块多钱一斤 嗯 海南的凤梨好像也蛮聪明的呀 可能我们买不到好 嗯 就是说不是说价格的问题哦 你看我们去年买过菲律宾那个价格也那么贵啊 那也不好吃 我们买那一款 对啊 我也不是很懂的 我还现在还真的觉得那个绿色的可能更好吃 嗯 小个的那种 不知道啊 那个绿色看起来那么深 那个老板不是说吗 他是看品种的 不是看它的颜色 不过现在有很多卖哦 真的 现在是大量上市了吧 到处都是 我记得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多凤梨卖的吧 以前都是菠萝 最近这两年的话凤梨就开始多了 今年我看到这个比较多真的 今年特别多 嗯 我们之前哪里有见到十块钱 两个的凤梨啊很少吧 都是菠萝 一般有凤梨卖都是五块钱左右一斤 嗯 但是现在好像便宜了 对 不过我们这个品质不是很好 我买这个品质不怎么好 对啊 看着挺大个的也很漂亮啊 放久了你看外面这个地方 对 就是说它其实已经是这么黄了 应该是很熟了 对 就是说它应该是很甜啊 就是说品种问题 它再怎么黄它也甜度也是这样子而已 有可能吧 不许是这样 嗯没有那么好吃 对啊 下次再去找看看绿色的那个是不是更加好吃一点 还好不贵啊 对啊就是不贵 但是这个口感你觉得会不会适合很多广西人 因为很多人喜欢吃比较酸的东西 其实我也喜欢吃酸的 但是我觉得它不仅是酸的问题 口感不好是吗 我觉得它口感不是很好而已 可能就是有点过头冷熟 嗯 好了我们本期影片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 下次再去找其他品种跟试一下 只有金钻缝里吧不是吗 它不是有多号多号吗 下次我们可以集齐一两个号来试一下啊 嗯 哦对我们可以看它有多少种 我们就买回来都试一下 可以 来做个实验 但是它竟然排到17号 它应该是从1号排起吧 不是这么说的吧 不是吗不懂啊